以下是经由我朋友所转述的亲生经历 因此接下来我会以我朋友的口吻来转述这则故事 当时我年纪还很小 我最记得我爸妈常会趁着假日带我去阿嬷家玩 阿嬷的家在乡下的某个镇上 小时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只知道乡下比城市有趣多了 因为每次去总会有邻居的小朋友会出来一起玩 那里有广大的天空跟好空气 所以我知道我喜欢那里 我们会去附近的古早味商店买糖果 还会去附近的池塘玩丢石头的游戏 爸妈似乎也很放心让我跟孩子们一起玩 一点都不怕我走丢式的 这里比在我自己家里有趣多了 我家住在城市 当时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孩 我弟弟尚未出生 在家的时候 我通常只能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孤单的玩玩具 有一年的暑假 我爸妈又带我们到阿嬷家 当时我弟弟出生了 不过还是抢保重的婴儿 我猜我爸妈只是顺便把我弟托给我阿嬷照顾 然后他们就回城市工作 丢下我弟跟我在那里 我们住了一个多月 每天生活都过得很丰富 有天我跟邻居的孩子一起在我家里玩抓迷藏 我猜拳输了 所以当鬼抓人 我数到石后 便到处找他们 我当时走到后院找人 那里有一口古老的井 我看到井的后面有人蹲在那里 他露出了一半的身体 我心想被我抓到了吧 我打算不打草惊蛇 我悄悄的走到了井后面想要吓他 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人 我还绕着井中尾查看 我不信是自己眼瞎了 我心想他一定是趁机跑走了 所以我才没有注意到 于是我准备 离开要去下一个地点找人 我才转身要回屋内 就听到后面有石头落在水中的声音 那个声音就跟我们之前去丢石头 到池塘里的声音一样的清脆 于是我转身 看到一个身高比我矮一点的小孩 他背对着我站在井口上 我还记得他穿着浅蓝色的衣服 但他不像是我们一起玩的朋友之一 正当我想要喊他的时候 我都还没有喊出口 就见他瞬间掉进了井里 我吓得过去从井里往下看 其实我们家后院的井口不深 离不闲而易见 但里面是空的 跳下去的孩子不见了 我想我可能是个好奇的小孩 并没有因为第一次看到那个孩子 跳进井里而对那口井感到害怕 或者说我天生就少一根筋 只要有机会到后院 我都会探头往金口看去 确认那个小孩还在不在 虽然依然什么都没看到 长大后我告诉我朋友这件事 我朋友都说我太大胆了 如果那个孩子想害死我 肯定会趁我看着井底的时候把我推下去 不过故事还没完 后来我弟长大后 有一年我们又住到了阿嬷家 有天晚上我们聚在餐桌吃饭的时候 我弟突然问我刚刚去哪里了 我才不告诉你 我以为你死了 当我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他只是因为我没有陪他晚 而在闹脾气 于是我继续吃饭没有理他 但他接着又冒出了一段诡异的话 我刚刚看到你从井里跳了下去 然后他就被我阿嬷打了 我阿嬷让他不要乱说话 但是他一说完这句话 我整个人却僵在那 我突然好像听懂他说的是什么 我想起小时候在后院看到的事 突然感觉有一股冷风 收收的从我背后窜进了身体里 那今天故事就说到这里咯 如果喜欢我的故事 可以在右下角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